郭金金生下二胎小公主,才一年多不到两年,记者就开始问她三胎的问题了,现在吃瓜观众比七大姑八大姨还要着急,郭金金婆婆和公公的回应,都说是留给郭金金自己决定。 两位老人家对郭金金很是尊重,没有一点豪门病,郭金金本人也不着急,模糊其词地说自己有这个打算,但是要顺其自然,毕竟自己年纪大了,虽然郭金金之前生了两胎,货家级她奖励了很多钱,但是对于她来说金钱肯定是其次的。 最近郭金金的公公参加推广运动活动,又少不了提到儿媳妇,记者问,会不会让孙子孙女接触运动,她则说孙子忙着做功课, 但是后面那句就有点意思,说郭金金当妈乐环都在监督孩子读书,希望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 这句话小八一听,怎么觉得有些暗示大家郭金金用当妈的意思呢? 不过也有人要吐槽小八想太多了,但是多少八卦都是从小细节里被修出来的,而且郭金金自己对三胎也并不抗拒,怀上也是迟早的事情了。 但是可以看出郭金金家里不仅没有婆媳关系紧张的时候,公公对她也是十分关心,省心低调的儿媳妇谁不喜欢,像霍启刚的两个弟弟都让她逃遂了心。 大嫂和大哥,本来要出和吴面霞和霍品山,结果两人根本不来电,仅仅在婚礼上见了一面,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之后她和张子怡的那段情对让人轰动,两人在车边的接吻图,大家都说像是偶像剧一样。 但是最终两人还是分手,有人说是霍家人不喜欢女星,所以偶像剧是不存在的。 关系变淡之后,只落得了一句,关于张小姐,我没回应,后来还爱上了一个外籍的嫩模,把霍家奶奶吸得够呛,方言绝对不会让她这个女友进霍家门。 小弟霍企人就更是顽固子弟本人,学习成绩不好,在国外读书还闹出了人命跟小女友一起五年,却还在勾搭她的闺蜜,简直就是渣男本男。 方国方到王渣男,闺蜜和男友的出轨让她备受打击,从五毛轻轻一跃,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。 之后霍企人身边的花花绿绿很多,但是也没有一点要安定下来的迹象,所以目前来说霍家的儿媳妇,就只有郭晶晶一个,不疼她能疼谁。 而且郭晶晶也不是一般女孩,没人低调,不喜奢华,不是豪文花瓶,事业成功,在运动界的成绩无人能破。 难怪当初嫁给霍企刚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是郭晶晶下嫁,霍家有这样一个媳妇真是蓬毙生亏,也难怪霍家人皆累否决了真此一和外界那么,之后见霍家的儿媳妇即使比不上郭晶晶,也不能比郭晶晶差太多。 小八也很好奇,谁是嫁一个霍家媳妇。